剛剛的資料出來說香港二手樓 一直這樣跌 於是令銀行對各區物業的股價一直下降 包括匯豐銀行 中共用了27個單位作為調整股價幅度 終於有20個那麼多 即是27個裡面有20個是要跌的 算是很厲害的 按月增加了42.85%的量是股價下跌 即是說整體那個樓價在過去一個月的話 匯豐覺得是跌了跌了跌了 那個幅度就是由0.34%至4.4% 即是一個月過去一個月 他認為平均跌了2.4% 即是全香港的樓價 每個月跌了2.4% 不是最糟糕的月 一個月 你記住 所以我們很好的那個三月 普遍是大約升了1% 1% 但這個月跌了2.4% 你想想 多麼嚴重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可疑半島 按月是回調回到4.4%的股價 即是現在你走去賣這個可疑的話 銀行根本就是很低的一個股價 相對來說 相比6月的0.59%至3.54% 都大約是差不多 即是每個月都差不多 要平均用2.幾% 一直回落 現在這樣 咦 這樣就是我對 因為每個月2.幾% 10個月都二十幾% 這樣就OK 我似乎是中 這樣 可疑是差一點 他們用一個600多呎的單位去衡量 7月那時候股價是由6月的750萬 下調4.4% 4.4%去到717萬 哇 700萬的邊緣 下癡了 跌破300萬的 你這麼說 好了 這樣就每平方呎大概是一萬一千多元 記住了 海宜的股價現在去到一萬一千元 那 是 為什麼張君澳還要賣一萬二三元 那 張君澳新都城 上面就是364呎的話 7月股價是535萬 按月下調了2.19% 每一個方呎 就是一萬四千多元 哇 哇 哇 你住張君澳不住海宜 這麼有趣嗎 價格是這樣 張君澳比較貴 好 中銀在7月呢 只有一個單位 股價是上調 較6月呢 少了一個 那7月的股價 就是你知道 你買樓 你都要 新樓舊樓都要給銀行股價 不股價 不股價 你怎麼去做按揭貸款 那些事情 反映了6月到7月初的市況 樓市在5月後面 就開始一路回軟了 所以呢 這兩個月都是下跌的 那 那 加上他們認為 有些筍盤 賣了去 很多人已經立了筍盤 那於是整體的價格 又要再跌了 是嗎 筍盤立了 就是說 按得多些 剩下一些是硬正的 就是不股跌的 那應該會跌少些 不是喔 隨便演繹吧 這些 好了 第二季的部分銀行 就收緊按揭 還有 減少按揭的優惠 這個就是 路人一皆知 那樣 加上呢 就回憎是清零的 沒有啦 沒得回憎了 老闆現在你米洗子 要說我買樓了 有沒有回憎 回憎一碗叉飯給你 要不要這樣 那令到買家就開始官亡 因為覺得 咦 那個銀行的這個貸款 條件不是那麼好 那樣 那麼他們認為 哎呀 所以多了人租 浪費了 六月的市場呢 還原本預期 美國是會減息的 這樣 但是隨後呢 意識到這個減息的部分 要去到秋季 即是九月的時間 這樣 那麼一連串的理淡消息呢 就令到樓價 升不上去啊 是什麼 我說跌得下去 升不上去 跌下去 浪費了 升不下 好了 樓價不停地跌 按揭生意呢 就充滿了風險的 所以呢 令到你本港的 各大的銀行呢 都會陸陸續續收緊 他們的審批要求 那麼 除了 就是按揭的 就是 息率要 向上 總之是 加你多一些的利息 你真的不走 不用走了 這些東西 就是賺不到錢 我做了什麼 那麼 然後還有就是 按揭申請的回贈 就 減到零了 剛剛也說了 那麼 那麼有很多市民 最慘就是說 發現了 買了一間樓才知道 哇 很難上會啊 搞極的文件 他都不行 然後還拖你 不斷拖你 拖你拖你 拖到沒有時間啊 大哥 要拖定了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了 結果是 那所以 就是因為你 沒有了銀行上會 你就拖定了 不斷拖了 所以那些人 就永遠都教你 找到幾間的銀行 這樣 找到幾間銀行 現在有了 通常只有兩間而已 有很多都不做了 現在 你了不起啊 好了 買家如果申請不到 按揭的話 就等於是沒有辦法 就是準時 交到尾數給這個 賣方 就是地產公司 那時候 買方就會 就會殺定了 當然啦 也有些是私人樓宇來的 就是買家 給不到錢 那個前業主 給了訂金 這樣啊 被人殺定了 當然還有這個 佣金要給 老闆地產公司 做事了 你不用給錢我 中介是這樣 日後有機會 就是會 給賣方 還要再追討你的差價 那麼 撻了大訂之後 更嚴重 那麼 你上了身 然後 樓價就一直跌 銀行的按揭 手上的那些 一路都說 喂 他都是 價值都在跌的 雙面樓又跌 店舖又跌 私人住宅又跌 於是手上的那些 按揭物業 原來不值錢 於是銀行 用了一種方法 就是 減少按揭的生意 那麼 銀行審批的時間 又拉長一點 然後 然後 有時候 出議反議 給了一個offer 然後又收犯 又現在的情況不同 這些 反彈攻守 你出去 還有什麼 當然 其中一招就是 樓花股值 股價不足 總之 每個月都有 明明昨天是這樣的 昨天就改了 老闆 新的資料出來了 大家看到市場 不斷跌 當然是減 對不對 其實這種方法 都是什麼 是把客人踢出門口 哇 別借錢給他 大哥 你好好適合 都不行 大哥 你按揭券物業不行 於是 大哥 你要是給我多些錢 要是 借四成的 你要不要 這樣 銀行慣用的伎倆 總之逼死你為止 所以 年輕人去買樓的時候 很明顯 銀行已經是用盡種種方法 盡量不貸款給人 就去買私人樓 這樣 希望你總之 你不要買得行 你買不行就最好 這樣 下半年 我預計 大量的炒家打靶 業主就輸身家 沒有買樓的你就笑哈哈 最重要的 記住 小心小心 現在是八月醞釀著很多機場 尤其是八月這個 Blue Coast 這個場實 又來了 深水炸彈 然後機場那裡又炸了 這樣 所以 現在你看到 擁有啟德地的新鴻基 這樣 大家盡快 就 拿回樓出來賣 賣給別人看 不要搞那麼久了 快點 快點 有得賣好 賣出去 大家 很害怕 就是 六千多元尺 這個長實 大佬 其實三千多元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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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多元 一萬元左右 哇成本啊大佬 你死不死 現在賣了一萬七八 大佬 他一萬二元 玩死你 全部就死了 所以現在 全個 啟德墳場 震到飛起 哇死了 會不會震死我呢 會的老闆 那怎麼辦啊 那怎麼辦啊 那就走投了 所以很多人 現在不斷賣樓 但是 賣樓的人多 賣樓的人少 實斜了 老闆 現在於是 除非你按得很多 如果不是 你看看買新樓 也就是了 四盛就跌 哇正啊 那就去看一下 未必你賣 而且買那麼多 就不動了 因為為什麼呢 好便宜好便宜那些 已經賣完了 剩下那些 加上少少價 更好 位置更好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為什麼 又高層一點 他們就懂得玩 才扔掉低層下來 不要靚的景 於是說你覺得 好便宜啊 那就便宜了 浪費了 其實後面會加價 加不到價 就死定了 地產公司死定 還是你死定 結果就是在公司死定 當然為什麼 你買住嗎 不買住你不用死的 有去跌下跌下 所以現在呢 那個熱潮就是這樣 大家要記住 八月將會非常之困難的 所以呢 接著 九月呢 我認為 樓市會會大跌的 這個能不能夠 就是 一個月就跌成十個巴仙 哇 那就看一下 李先生啊 能耐 其實現在有些地方 已經跌得很厲害 因為它沒有新樓去推出 不代表它不會跌 那些二手樓不停地跌 你看它的市況是非常差的 所以很多新樓去到現在 七千多元呎都會有 以前 萬多萬多這樣 就算了 萬三四萬三四 萬五六萬五六 這樣賣 現在 現在七千多元了 真可憐 嚇死你了 所以我之前說過幾個差的地方 什麼 沙田那些 真的不行了 美孚那些真的不行了 所以呢 說了 幾十年的樓 不會跟你做按揭 隨時 你現在要說五十年的樓齡 不跟你做按揭 你就這樣趴在那裡了 那間樓不能賣 所以你要記住 不是買樓 是貪它便宜的 你還未買樓 才想賣 買不買得動 如果你是淡季一來的時候 你就淡死的時候 你賣不動 那你就死定了 可能你是因為這樣 就整件貨就放在那裡了 加上現在說了 股值跌 股值跌是什麼 就是它捧多現金出來 才買那一層樓 那不是很多人有這麼多現金 為什麼要有什麼林鄭計劃 什麼呼吸計劃 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是 少一些首期 因為為什麼 現在你年輕人 沒有這麼多錢 是不是 以前就說 爸爸媽媽 你拿你的屋子出來 再按 這樣就有一點可以 那些人家爭執了 因為為什麼 他的屋子都跌了 死不死 兩邊一起跌 你又買多了一間 那爸媽又要供 又要供這間 又要供那間 不是 爸媽供這間 兒子和他媳婦供那間 供到兩頭都死了 兩邊都輸 是不是 你買兩間樓 你每一年 每一間 跌一百幾十萬 哈哈 精彩了 香港就是要面對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記住 現在未算太差 九月份 九月份 災期就到了 一路跌跌跌跌跌跌 一夜 很小心 很小心 這個九月 為什麼呢 九月將會是 一大堆的新樓 推出來 尤其是上實 這麼多樓 推出來 一定會推倒的事 因為現在根本 你看到 就算那些買得好的 所謂 就是 你玩具大王那些 那些什麼 就是 機場那些 實際上 他們千多個單位 他們最後是賣剩一千個 或者九百幾個單位 這個才是嚴重問題 就是根本就是 在那個市場上面 沒有人買樓 就是有限的數字 它現在就 絕絕絕絕絕絕絕 就好像你之前 就是 這個 這個 新鴻基 22個單位 你賣來什麼 是不是 你數以千計的單位 買了22個 哈哈 用盡的宣傳的力量 賣22個 乖不乖得 乖硬 大哥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不是要再大跌的 所以我說 九月 十個百分比 這個就是我估計的 看看我認為 中不中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樓就全部都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你都死了 只不過是 我下半年的業績報告 就不用拖想 扮一下 裝扮裝扮 但是沒用 那些大的機構投資資 看清楚 所以大家小心點 好了 跟著呢 跟大家又要講一下 一些 就是 蝕本的盤 沙田第一城 四十五座 低層B室 以前我住過沙田第一城 很久了 是的 沙田第一城 最好跟一些 漂亮的TVB的artists 一起 不是一起做朋友 在那裡 在那裡犯工容易 在廣播上 他去 身份面積呢 就約為284呎 那麼 這個側 原本的側 是兩房間的間隔 艾價是380萬 就放了 這樣 那 因為業主看淡的後市 想快些出貨 結果 減了30萬 就行了 那就算幾好 12000元一尺 12000多 這樣 19年10月買入 479萬 即是五年之間 就輸了129萬 貶值了26.9% 哇 真是金了 好老實 真是 文者流淚 嚇死人了 大哥 炸了五年輸 26.9% 買得到 算是這樣的 屯門荔日角 中層 你26.9% 就輸了你的首期 是沒有了 我當你給三成 是不是 那你還有什麼 其他收育費 King Crown 什麼都輸了 屯門荔日角 中高層屍室 售面積是257呎 成交價 僅僅是253萬 那屬於 那間大廈裡面 2016年 即是年以來 是新低的價格 赤價大概是 9844元 那同類型的單位 2018年登記成交 是416萬 即是說 六年以來 就輸了 163萬 39.2% 哇 驚人啊大哥 好厲害啊 好厲害啊 好 紅磡海日豪園 二座中層D室上面 即是529呎 兩房間隔 835萬賣出了 赤價是15700多 那 2017年 9年前 是不是 2017年9月 應該 17年 應該會9年 7年前 就900萬買入的 7年 拿了7年 虧了65萬 貶值了7.2% 哇 這些呢 買那個時候好 即是買個位置好 那個時間好 好了 馬鞍山 馬鞍山天雨海 1A座 中層A室 不是 中低層A室 上面 即是947呎 套 三房間隔 以下 用1070萬賣出 逆手 1萬1千多 現在這個隔離港 差不多 但是馬鞍山 買入出市區 不用這麼麻煩 原來主 就是17年 用1190萬買入的 即是7年賬面 輸了120萬大 變值了10% 你看 這些 即是他們沒有去到 十幾年那些輸那麼多 但是7年輸很多 好了 西貢 豪充 雙屋 豪 全棟 村屋 通常來說這些是跌得最多 四房連工人房 望山景 連天台 因為不太多人去 有興趣買這些 即是有很小部分 原先叫的是2500萬 一路減減減減減減 多少錢呢 322萬 減幅是12.9 最後是 2178萬賣出的 原業主呢 在2016年 已經用2350萬賣 即是拿8年輸172萬 不算多 貶值7.3% 不過已經8年了 好了 長沙環的小月 低層私室 那就是壽面 即是 哇 只有193隻 這些真是納米樓 開放式的納米樓 還不開放嗎 有什麼不開放呢 就算連廁所開放就快 好了 原業主呢 就是 用295萬叫價 放盤的最後 減減減減減減減 減15萬 這些都不值錢了 都已經 即是200多 300萬 單位呢 最後用280萬成交 折合是14000多元 那 他用 他14年已經買過這個 12月用350多萬買入的 那拿了10年 輸了71萬多 20% 哇 又是20% 不過他的單價便宜呢 就好些 尖沙咀明珠 這間是最經典的 高層D室上面 即是586呎 一房間價 那 用涉量價推出 叫價千百萬 586平方呎 叫千百萬 二萬多元 最終再減到 一千六百萬 減多二百萬 才賣得出 成交價是二萬七千多 一個地方 位置 原業主做珠寶生意的 在2009年9月 用二千四百五十萬 一手購入 15年 拿了15年 要輸多少 八百五十萬 34.7% 哇 創造了這個項目 明珠的最大的蝕福 那當年呢 那赤價高達到四萬一千八百幾元 就是 成為一時無聊 哇 創新赤價 厲害厲害厲害 買啦買啦買啦 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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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得到也未必好 呆了 那你看完這些 就是 註冊物業 才留意一下 其實現在不只是註冊跌 因為 Office和店鋪跌得更金 那介紹大家一間 就是 鋪的 中環的鋪是怎樣洩漾的 中環街鋪 就是伊利近街 7號地下和角樓 大東西來的 地鋪面積是1020呎 角樓面積還有900呎 它在去年用3600萬 推出市場放售 不是貴的 3600萬很老實 做到生意 直到今年初呢 才減價到280萬 一減減800萬 現在說有人傾 最終是賣了 1800萬是賣了 從3600萬減到2800萬 1800萬賣出 即是五折賣出 成交價是9375元的尺 現在中環 9000多元的尺 好了 成交 業主在10年前買入的 價格大幅下跌了 51% 他想著大約原價賣出 出資 競蝕1900萬 走得老好走 舖位由食市租用 月租8萬2千元 現在大約有5.5 才吸引到投資者出現 舖位原業主是陌生的投資者 那些人說 這些真是炒價 14年4月 用3100萬買入 接著拿了三個星期轉手 就3700萬 摩火出去 極短期賺了600萬 就是19.4% 接著陳勝投資者 就拿了10年後 現在買了 這個就聰明了 這個賬面輸了1900萬 大跌51.4% 就告訴你 現在不僅是這個私人流域 因為一般的民眾 多數持有的物業就是私人流域 但是你記住 其實現在香港 是比整體的 這些物業市道拖下 不僅是 這個私人住宅很快就可以反彈 因為這個單價不是那麼貴 比較容易一些 有一個trading在那裡 但是你的舖位 那些office 你整棟整棟的夾下 那些很誇張 所以現在香港遇到的問題 就是四方八面的物業市場 不停跌價 那當你跌價的時候 很簡單 我當你有100億這樣 好嗎 現在跌一跌 那你可能剩下六七十億 就是厲害的啦 沒什麼做銀行的按揭 才有六七十億的 好了 你有六七十億之後 你一定要 還有一個鬥志 走出去再殺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劉鑾雄得他還年輕 你現在叫他去買 他不會買 他現在賣了 就是他不會說 哇低啊低啊 為什麼呢 老了自己 沒有過心態 你看到一大班 楊壽成啊 劉鑾雄這些 老了 他們不願意再做這些事情 還沒有風險做什麼 是不是 你放在銀行那裡不好嗎 放在債券那裡 有四五利息 舒舒服服 你又 Priest了 有一在二千億 不́該搞什麼 你也搞什麼 每年有幾十億還不夠 是不是 那夠igent 只修息修幾十億 那你吃得完嗎 真的整不了 還需要不需要這些風險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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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好過 所以你看到現在總之是賣 新的富二代又花費了 玩 你看看琉璃與兒子喜歡到處玩 用不幫你搏殺 現在這一代香港人少了一班搏殺的人 再加上這個時候搏什麼啊 搏命啊搏死人吧 所以記得因為整體的物業市道都不行 所以,樓宇當然要死,而樓宇現在死得最少,我告訴你,你看地鋪和辦公室,50%,70%跌,樓宇還未試過這麼誇張,短期,我告訴你,所以接下來,香港的樓宇應該是最落後,什麼叫最落後,人家跌了這麼多,你跌這麼少,你跌了20%,30%,玩嗎?人家已經50%,70%,那怎麼辦? 最落後再跌,再怎樣?我就說,跌多一半吧,老闆,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他就跌給你看,好了,希望你喜歡這條片,記住小心點,九個月,希望你抓緊你的,綁緊你的安全帶,不要抓緊,抓緊地震,抓緊我,那些人又說什麼大阪地震,震鬼嗎?我震得震不到,真的浪費鬼氣,好了,希望大家要小心點,你知道,你抓不到, 你抓不到這個物業,你就今天會笑哈哈,記住,不是,你抓到物業,你就死了,哼,好,記住,點讚和subscribe,thank you,b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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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